我們剛剛學會的就是如何錄製軟體樂器 以及基本的編輯MIDI區塊之後 我覺得剛剛錄的太難聽了 我把它殺掉 好 現在來介紹一個新功能 就是LogiproX裡面的這次新功能叫Drama 一個鼓手 那我們剛剛看到我們這邊有鼓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鼓Mute掉 好 我們聽一下音樂 好 剛剛加Loop這個鼓也先Mute掉 我們要讓整個鼓手的特性可以跑出來 好 這時候我就先開一鬼鼓 等一下 我們聽一下 現在確定應該是完全沒有節奏的 好 這時候我來加鼓 打開新增軌道 Drama Create 當你打開的時候 剛剛是會預先跳出Library 其實基本上螢幕夠大的話 這不是困擾 可是像這種螢幕很小的話就是很困擾 然後因為你們在這邊示範特色就好了 所以我 不去換鼓的音色 好 你會發現當我打開以後 就會有兩個鼓的區塊出現 這就是Drama這個Check裡面 專屬的Drama的區塊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用筆 再畫出一個區塊 然後它自動會幫你打好 好 這個很酷的原因是這樣 我先把這個區塊殺掉 我先留一塊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要再進鼓 剛剛鼓是過門嘛 然後進來 我們先確定我們要我們的節奏 看看是怎樣 這時候我就放 我可以在這邊直接拖拉 告訴這個鼓手 我要打簡單一點 複雜一點 甚至於大聲一點小聲一點 有沒有 然後複雜一點 好 然後再來我可以換一個節奏 甚至我還可以不要 我還可以特指定說我只要 嗨嗨 有沒有 我只要嗨嗨 但是它過門的時候會有小鼓 或者是大鼓 不一定 那就可以從這邊調整 過門的複雜度 好 再來呢我還可以選擇 不同的音樂類型 譬如說 songwriter 然後還有不同的鼓手可以選 然後這時候會跳出一些多少 你可以直接跳過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示範它 然後這個我之前用過 我們換一個 換R&B好了 好 你看有兩個 好 換完後還有不同的節奏 譬如說 好 我們聽聽看 好 過門複雜一點 好 然後你看我再複製它 好 那個這個時候你看好 如果我前面想要過門進來 其實很酷的地方是它其實還蠻聰明的 前面一小節 那我就把 其實我不用這樣 我是應該是用 2 這邊點一下 好 然後我讓它只要一小節就好了 嗯...一小節過門 然後就會變這樣喔 這一塊 複雜一點 好 這時候如果是 小節的頭的話 就不會那麼明顯的過門 所以我就可以讓它 是兩...三四拍開始過門 有沒有 那只是這個 現在這個聽起來不好聽 我們換一個 alternative 聽聽看會變什麼樣子 聽聽看會變什麼樣子 好 然後八小節就有大過門 然後你可以利用這個 去做調整 有沒有 其實非常的方便 就真的是有個鼓手 在你的電腦裡面 你可以告訴它 你要怎麼打怎麼打 這樣子 好 這就是 Large Pro X裡面 新增的 最新的一個功能 叫做Drummer 然後各位可以試試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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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